相信吗 洗车也可以年收入破百万 而这是在台北市真实发生的案例 这两个年轻的男生就靠着一台小货车 到处帮人行动洗车 年收入都超过了一百万元 而中天新闻就直击这两个人 他们每天如何开着小货车 在双北市来回洗车 一天我们发现至少得跑个八个地方 清洗超过六十辆车 靠着低价加上好品质 口耳相传 现在让原本只是修车师傅 和工厂作业员的他们 收入已经比被他们洗车的白领阶级都还要多了 拉开车斗准备上工 两个年轻人先整理身材工具 仔细看这不过是台小货车 但可别小看它 这辆小发财可以为两个人带来百万年收 光靠洗车怎么创造百万年薪 原来他们每天靠着这台小发财 一天在双北市跑上八个地方 清洗超过六十辆车 以一辆车一个月一千两百块来计算 加上口耳相传 生意好到不行 他是许文坚才二十五岁刚出社会的时候 不过是个工厂作业员月里二十二K 但在朋友的号召之下成立行动洗车 专门锁定内湖软体园区 以及新北市各个商办大楼 修车它通常就是回到家就是黑黑的脏脏 可是洗车不一样 越洗越干净 对对对 79年次的彭博胜原本是修车师傅 加入行动洗车之后 不止越洗越干净还越赚越多 两个年轻人靠着一次可以洗二十辆车的水枪加压器 以及跑片双北市的小货车 收入比他们服务的白领阶级还要高 靠双手成功洗出一片天 接着纵不倒